一艘艘船间炮力了俄罗斯军舰 列队驶向圣彼得堡出海口 海军军官们站立在甲板上 向他们的最高统帅普丁致敬 这是7月31日 俄国海军日这一天所举办的军舰阅兵礼 普丁在当天签署了一份新的海军战略准则 并誓言要让俄罗斯成为捍卫世界海将的海上强权 这份内容多达55页的新战略准则提到 俄国当前最大威胁是美国称报世界海洋的战略政策 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这两股势力都越来越接近俄国边界 导致俄国海军警戒随之升级 另外俄国政府也会将北极海 黑海以及亚述海 看作是海权势力扩张的重点区域 在重申对于扩张海权的野心后 普丁更不忘夸赞俄国海军配备的先进武器 另外还有消息指出俄国海军新一代的北风之省A级核动力导弹 飞弹潜艇苏洛沃夫原帅号 在当地时间20日驶离造船港 开往俄国际内的白海展开测试 苏洛沃夫原帅号是北风之省A级潜舰的第三艘 也是首款采用喷射推进系统的俄军潜舰 可以发射反舰飞弹 巡逸飞弹 并携带16枚R30潜舰洲际弹道飞弹 这艘先进潜舰预计在二零二三年年中 交付俄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正式服役 可能会大大提升俄国海军的威吓能力 华语新闻谢忠岳综合报道